翻开中文媒体你会看到很多人都在欢庆 美国终于结束了长达128个月的经济上的扩张 进入了收缩期 美国出现经济划破了 那么疫情开始以后 大家都知道 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自身的一些品判都在告诉大家 美国面临着大萧条以来最大的一次经济紧缩 这是疫情造成的 全球都在内 相比亚洲的一些国家 即便踢开中国 其他几个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 有的吃得太饱 基础建设跟不上 有的结束了长达10年的经济缓慢的增速 经济开始出现萎缩 比如日本 2012年以来 他每年都在试图挑战GDP增速1% 2020年 奥运会都不开 经济危机开始了 所以我们才看到 在香港国安法出现的当口 日本人开始犹豫了 有保护本国企业从中国撤资的这个因素 也有其他因素 那么美国在疫情之初 有太多的人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 两个月以后大家看到了 这个人数减少了一半 说明美国的经济正在复苏 但是美国接受的打击 不仅仅是疫情 疫情之后迎来了 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滑坡 这个是有连带性的 连续两次的打击 让许多零售业 小施工都受到了冲击 许多店被迫关闭 有一些百年老店 甚至是学校 一些机构 工厂 商场都关闭了 破产 直接就不存在了 好不容易各州放开经济 经济开始复苏了 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又看到了 因为抗议而导致的暴力 破坏行为 和抢劫的发生 不得不再次 关闭店门 而零售业 受到的冲击 应该是最大的 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的经济 也没有人们想象中的 跌入那么严重的谷底 我们今天看到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都是 暂时性的行为 美国正在复苏 美国现在执政的领导人 不会轻易的 向左派低头 你可以往前看一看 从瓜伊尔和马杜罗 你就可以明确的看到 即便考虑到习胖的情面 川普 彭斯 彭佩奥 卢比奥 这样的政治领导人 始终都在说 社会主义 永远不会在美国实行 社会主义 是蔓延在人类头上 笼罩了一个多世纪的 一场梦魇 它在美国是没有市场的 你可以看到很多庇护州 他们采取的做法 类似于欧洲 恨不得把自己 变成一个人人公平 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或者说 他们追求的是 真的人人平等 但事实上我们知道 目前人类的形态 还达不到这样的标准 你可以在校园里追求 你可以在意识形态上去探讨 但是现实生活中 大家需要的还是秩序 有秩序 才能保障大家的安宁 才能让整个社会 有序的运转 所以真的白左 在美国占据了议会 但没有在全美 推行他们的理念 美国的宪法 不是那么好改的 美国的现实状况 也不是仅仅在书本上 了解到一些意识形态 博弈的人 能够在现实社会中推行的 我们从川普的上台 可以看到四年来 美国普通民众 表达自己热情 在政治上 期待一个属于自己的领导人 这种心声 是用川普的当选 作为表述的 今天在美国 你看到的这些社会乱局 以致政治正确 所导致的全民晋升 不太敢说出心理话的 这种言行 直接导致的后果是 11月份 在川普获得连任竞选的时候 他的选票 可能比我们想象的 要更多 因为老百姓要的是安居乐业 没有人完全依赖 政治正确而活着 美国跟欧洲不一样 200多年前 到达美国的人认为 欧洲是一个老旧的欧洲 是一个肮脏的欧洲 是一个存在宗教迫害的欧洲 一帮有信仰的人 他们在美国这块土地上 创立了自己的国家 他们非常坚定的 秉承着一颗善良的心 接纳了来自全球的移民 这个国家 在人类史上 是属于非常年轻的 我们知道 人类在地球上出现 6500万年 在这个过程中 你能找到的痕迹 你能找到人类留下来的历史财富 如果说 你看到工业革命 你就应该知道 工业革命以后 创造的人类财富 是全人类最多的 那么工业革命的创立国是英国 继承英国的这个旗帜的是美国 二战结束以后 美国在全方位的 引领着这个地球 他在走着一条 前人没有走过的道路 他在科技上有创新 在军事上 他对抗了一个社会主义联盟 并且 把他熬倒了 美国人是真的没有拿习胖这个政权 当做对手 除了口号中含两嗓的 一般情况下 他们没拿他当回事 美国有自己密切的经济体 在全球经贸活动中 美元在结算比例中 占的地位是最高的 美国所有的一切是全方位的领先 这一点 无论你承认不承认 打开你的手机 翻开你的电脑 你使用的日常的 这些电子设备 稍微先进一点的 比较潮的东西 有什么是你发明的 你嘴里在说 学好数理化 走遍天下都不怕 数理化是哪儿呢 哪里比较领先 你看到很多初创公司 长大成人以后 成为一个巨无霸以后 回过头来一看 他们的老板都是错学的 大学都没读完 但是他真的站在了世界科技的前沿 在探索着未来 探索着未知 在引领着世界科技 所有二十一世纪 人们认为互联网时代 所有的成就 为什么都集中表现在 这样的国家 是因为它保护专利 鼓励创新 今天的经济环境 已经不仅仅是 人们想象中的那样 通过疫情的深入发展 大家已经看到了一个 区域化强国 逐渐各领风骚的 这么一个时代 极有可能出现 在这个情况下 美国还是一直独秀 它通过设在全球的 这些关联企业 在未来的人类生活中 还将扮演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所以今天你要是看到美国经济 出现疲软了 开始滑坡了 你认为值得庆幸 真的那么值得庆幸吗 如果美国经济没有完全复苏 不再向海外下达更多的订单 按照美国政府的通告 不必要的销售 继续关门 那么亚洲的制造业 包括已经迁徙到 其他国家的这些制造业 不在中国的 都活不长 活不好 这才是你要关心的 你应该期待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能够早一天恢复运转 才能把你救活 可惜这么简单的道理 太多人搞不清楚了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